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六百六十集 见面时间一小时,却要提出国当交换生的事 夏小兰自己也很为难,可是不说的话 她和周成最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面呢 交换生项目的具体时间,夏小兰不知道 说不好就是下学期 现在不和周成说,到时候岂不是打了周成一个措手不及 周成看她低下头,睫毛颤啊颤的 眼神又不敢对视,就知道小兰在紧张 多稀罕,她还会紧张呢 周成只有一次见到过夏小兰紧张 就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回 夏小兰被流氓堵在小巷子里 她挣脱对方往外跑 先遇到康伟,又遇到她 周成就瞧出了夏小兰惊慌未定 她怕两人是流氓的同伙呢 后来两人第一次牵手,拥抱,接吻 夏小兰也紧张 但和眼下的紧张是不同的 海风把小兰头发吹得乱飞 打在周成脸上,她连心都快化掉了 她媳妇总算把她放在心上了 不是哄小孩那种,而是看重她的意见 想多享受下这种被在乎 又心疼小兰,等不到答案会忐忑 周成原本想搞个恶作剧 说不同意夏小兰当交换生 看看小兰会怎么选 瞬间觉得自己幼稚可笑 如果是她要出任务 小兰说不许去呢 如果听小兰的话,只能从部队退伍了 从此告别军营,她会遗憾不舍 如果不听小兰的话,会让小兰失望 她也会难受 所以,夏小兰从来不把这种话说出口 让她为难,反而是鼓励她 说两人都要趁着年轻多奋斗 夏小兰同志,我对你很失望 夏小兰等了半天,等来一句这话 心里的沮丧刚刚冒头 就听见周成憋不住的笑声 对我这么没信心 我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 这人竟然和她开这种玩笑 夏小兰气得踩了周成一脚 我以为你真生气了 这一脚可真够狠的 周成还不敢说痛 谁叫她要逗人玩呢 这下把媳妇惹急了吧 开玩笑的,我替你高兴呢 只要是比赛就没有那么容易的 你能拿奖是自己赠来的荣誉 学习上我帮不上忙 可我不能扯你后腿啊 肯定舍不得 现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要见面就挺不容易 就说夏小兰今天来这里 必然是十分困难的 但国内再怎么难 学院和部队都有假期 想方设法也总能见上一面 邮寄信件的速度再慢 一个月怎么着也能收到一封信了 电话接听不方便 守着电话一小时 总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可一国的话 以上三种情况都没办法保证 周成亲了亲他 我也希望自己早点变成优秀的人 变优秀不是停止前进的脚步 而是可以和小兰长久待在一起 以夫妻关系而不仅是恋人 两个人都要相互妥协的 本来夏小兰根本不想被小家庭束缚 不也说了学业完成后就结婚吗 周成也在妥协 这妥协不是委屈 是爱 两人都舍不得分开 闲性的海风一点都不浪漫 难得一见的恋人不需要刻意去浪漫 能近距离看见彼此 肌肤贴着肌肤 拥抱和接吻都觉得幸福的不行 一小时 哪怕给一天一周一月都不够 时间过得特别快 静静地靠在一起 谁也不想说话 夏小兰都后悔刚才非要讨论正事 是说正事的时间吗 就应该任性一点 一直抱着周成不放 周成的气息 周成的味道 教员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 才叫周成回去 分开的时候 夏小兰眼睛里有水光 她还有好多话没和周成说呢 看见周成这边条件这么恶劣 她再强调自己哪里受委屈 岂不是让周成担心 有一种想倾诉的冲动 不受夏小兰控制 她硬生生忍下来 眼泪却忍不住 周成难受得要命 替小兰把眼角的泪擦了 好了 别哭 有眼泪 海风一吹 皮肤要皱 我一定多争取两次 和你见面的机会 你保证 我保证 这时候先哄媳妇要紧 周成也没想到 小兰会哭 一下子就慌手慌脚 别人处对象 条件咋样 先不说 起码不会见不到人呢 小兰为了她考到了京城 去上大学 她却到了济北省进修 京城和济北挺近的 然而又一杆子 给突然的任务调到南边 唉 这任务遥遥无归期啊 周成都不知道 两年进修时间 还能不能回学院上课 小兰就算不出国当交换生 想和她见面也不容易 周成现在倒希望 这个交换生 可以快点开始和结束 等她在陆军学院进修完 小兰就已经回国了 哎呀 行了 别腻歪了 你让其他学员看见了 咋想 教员也不想帮打鸳鸯啊 但这是临时筑地 其他学员又不是瞎子 搂搂抱抱的多不好 最好是悄悄地来看了 悄悄地走 其他人心里不会不平衡 教员都多给了两人半小时 夏小兰也没让人家为难 是他矫情了 还当着周成哭 夏总前后两辈子加起来 哭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重生一次 年纪小了 承受力也低了 周成一步三回头的 夏小兰直到完全看不清她背影了 才转身离开 慢慢地往人烟多的地方走 走了半个多小时 才看见康伟的车停在那里 康伟也觉得夏小兰牛掰 连出任务的周成都能找到 他嫂子和从前不一样了 有了自己的人脉 或者说 嫂子一直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人脉 没有把啥事都丢给成子哥解决 康伟觉得 这事肯定不算坏 反正她还挺佩服夏小兰的 嫂子 见到成子哥了呗 眼睛里有红血丝 这是哭过了还是海风吹的呀 夏小兰点头 嗯 见到了 不好意思 没带你一起去 我和成子哥从小一块长大 见不见这面不重要 倒是嫂子 你不容易啊 康伟就没瞧见过不吵不闹的年轻女同志 周成能找到夏小兰是福气 上次被隔离审查 还是夏小兰决定把潘三找出来的 走吧 我们陪白姐去看看新店面 康伟扭头要和夏小兰说话 忽然一辆车从路口窜出来 康伟脑袋一片空白 夏小兰扑过去 使劲转了方向盘 砰一声 对方的车子撞在了后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